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审判日 日相信前定 既然阿拉将士的最后一本经书是古兰经 且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是穆罕默德 我们就要相信他为我们传递的讯息 伊斯兰更要遵守将士给他的经书古兰经 伊斯兰如何看待其他信仰 对阿拉而言只有一个宗教 定 因为他并未使用复数 阿典 所以真正的宗教只有一个 那就是只服从阿拉律法和命令的宗教 伊斯兰之外还有哪些信仰可以接受 阿拉也明白告诉我们 他唯一接受的宗教 就是崇拜阿拉 不为他举办的宗教 伊斯兰如何与其他信仰共处 对于住在穆斯林国家的非穆斯林 当地穆斯林不只要保护境内非穆斯林 不受外敌侵略 同时要尊重他们 并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 只要他们没有危害 或触犯到伊斯兰这个宗教就好 非穆斯林需缴交人丁税 年度存还的1% 穆斯林需缴交天客 年度存还的2.5% 伊斯兰如何与其他信仰共处 对于住在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 穆斯林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倘若当地法律有违伊斯兰律法 只要不遵守也不犯法的话 就不要遵守 然而 倘若当地法律强制规定要遵守的话 这些穆斯林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搬到其他不会违背阿拉律法的地方生活 伊斯兰如何与其他信仰共处 一般情形 阿拉在第9章第6节说 假使有多神信仰的人向你请求庇护 你就要保护他 也许他会因此听到阿拉的话语 带他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他还不了解真理 古兰经未提及的信仰 我们相信还有许多使者 没有在古兰经提及 不过根据古兰经 我们了解 任何教人们去以物配主的信仰 都不是来自于他 也绝不会得到阿拉接受 伊斯兰不反对任何信仰 只要这个信仰 不会伤害到穆斯林就好 每个人有权利 去相信与崇拜他认为比较好 比较正确的信仰 伊斯兰也不强迫任何人成为穆斯林 最后审判日 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行为的果报 感谢您的观赏